又甜又虐的香蜜沉沉浸如霜,已经完美收官了,但许多香蜜女孩还是沉浸在剧情里久久不能平复自己的心情。 然而还有不少观众已经把目光转向由吴磊主演的古装武侠剧《斗破苍穹》,从贤于翻身成为大神的剧情,让观众们十分期待。 除了吴磊这位主演,在这部剧中出演的其他演员,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,比如林云、李沁、何欣之类,还有几个新人演员。 可当看到剧中是萧勋儿生负责演员时,大家都应该觉得眼熟吧,是不是有种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感觉? 萧勋儿在《斗破苍穹》原著中是古勋儿,他的生父是古猿,这回饰演古猿的演员名叫李子峰,可能大家听过李一峰的名字,但是不知道李子峰。 李子峰出演过《劝锋十一人》,也出演过《偏偏喜欢你》,但都只是配角,然而让他受大家关注的一件事其实是他追捕过王俊凯,曾经有一档大火的综艺节目《全员加速》中,DFY3任其中的嘉宾,节目内容大致, 就是在一个空间中做任务,同时还要躲避黑衣猎人的追捕。 而李子峰就是节目中的一位猎人,面无表情,伸手矫健,可这样一位优秀的人才,在当时绝对是王俊凯等人的噩梦,也是观众们的噩梦。 王俊凯在节目里,又躲避李子峰四处躲藏,也四处奔跑,只要他出现,王俊凯就会心慌。 虽然他长相帅气,可他在节目中的恐怖属性不容小觑,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想起来了? 难怪他这么演出,原来李子峰是曾经追捕过王俊凯的猎人,不过当时大家的重点都在王俊凯, 异样迁徙等嘉宾身上,很少有观众注意到猎人,所以没想到这位猎人还是位演员,如今都在《斗破苍穹》里出演吴磊的岳父了,与吴磊相差13岁就是演他的岳父。